各國祭出鐵腕防疫 造成百業動盪 尤其重災區中國和義大利的電影業 更是慘跌 中國在今年一二月 業績重挫了百分之八十 全境封鎖的義大利 在政府的命令之下 票房根本就沒有收入 觀察人士就認為 疫情如果持續耗下去 對小型高舉債著影業公司 恐怕難逃倒閉的命運 根據美國綜藝雜誌的調查 迪士尼影業及皮克斯動畫 推出的低成本電影 二分之一的魔法 首映的週末在全美票房登頂 收盡四千萬美元 國際票房也有兩千八百萬美元的成績 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擴大 他的全球票房 還能收盡六千八百萬美元 不過目前二分之一的魔法 並沒有在中國 日本 南韓 義大利 澳洲 紐西蘭 以及土耳其上映 疫情所引發的恐懼 在全球影業中將有什麼樣的作用 仍有待觀察 根據美國金融服務公司 摩根什坦利的數據 疫情最先爆發 並且也是最嚴重的中國 今年一二月電影院業績 重挫百分之八十 中國的盧米亞影業在全中國境內 有約四十家電影院 員工三千人 受到疫情極大的衝擊 上海電影集團宣布將與合作夥伴 投入十億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四十三點三億 幫助中國影業因應疫情所造成的衝擊 意大利全境封閉 政府下令所有電影院關閉 票房早已沒有收入 但是對疫情衝擊感受不大的地區 似乎不太受到影響 目前有些電影因為疫情的關係 擔心觀眾不出門 而將上檔的日期往後延 目前看來除了二分之一的魔法 票房亮眼 影型人上映首周收盡一千萬美元 音速小資一千五百萬美元 收益都在騙商的預期之內 記者黃麗玲報導